总统大选进入倒数阶段 国际皆关注大选结果后 两岸接下来的动向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塞克斯 解析我国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侯友宜的外交国防政策 指出两人都主张 加强与美国、日本的关系 也都支持强化国防 威震能力 不过侯友宜表明对话 似乎更能缓和两岸紧张 可是塞克斯也指出 当中国发现侯友宜大选后 和大部分的台湾人一样 只想维持现状 若是侯友宜当选 两岸蜜月期很快就会结束 对此你怎么看呢